錄次聚集,我再把剛剛彩排過的錄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錄次的動作比較像一個步驟 如果你記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1做什麼,2做什麼,3做什麼 然後再把它寫下來的東西,將來可以把它寫在聚集錄次的程式碼註解裡面 也就是把那個步驟記下來 因為我剛剛有做過一次,所以我就直接來錄製聚集 錄製這個聚集的話,也許聚集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 因為我要錄區跟錄街道,所以也許叫什麼 名稱也許叫做區與 這個名稱自己可以改名,錄街道 這個區與錄街道聚集好了 錄街 這個名稱 我假設OK之後按確定 那確定的動作呢 有點像是按下那個 攝影機的錄影 他就開始錄下你的所有 的滑鼠 跟鍵盤的動作 OK,所以 你就不能多做一些 不相干的動作 所以 如果你做錯就NG NG就重來 重來意思是說 再取名稱,第二次在錄製的時候呢 再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再重做一遍,比如說你按確定 假如說你 有沒有放這裡,放錯了 那怎麼辦,沒關係停止錄製 重新再錄的時候 再給一個 一樣的名稱 只是說他按確定的時候,他會問你說要不要取代 那你就把它蓋過去就可以 如果NG的話,沒關係可以重來 蓋過去就好了 OK,4 那所以第1個動作,優標放在1,2 然後把優標放上面打個勾 向下填滿 然後一樣的動作,再把優標放F2 1,2的話在上面打勾 3的話向下填滿 好了 完成就停止了 OK 再來的話呢 清除,清除的話就是 這邊就改成什麼 清除聚齊 好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給一個名稱叫清 清除聚齊 OK好,按確定 好 清除就是我剛剛講的 1,優標放在1,2 向右選到F2 1 2的話呢 Ctrl Shift向下 3的話按一下 好 大功告成 記得把它停止錄製 再來的話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在聚集裡面看到兩個了 一個是剛剛錄的是 區域與路接道 你可以按執行 他就執行 然後呢清除的話呢 就清除聚集 執行 也就清除了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之前也做過了 請各位待會練習看看 那最後的話,因為我為了方便 我就希望在這邊做兩個按鈕 那你可以利用插入這邊有個按鈕 然後把它拉一個 像點住按 往右下拖拉 大小自己可以決定,沒關係 放開 大概這麼大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區域路接道聚集 我習慣是上面的名稱就是這個 然後把那個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把按鈕1的名稱呢 改成就是這個 OK 那按一下它這邊就有了 OK,另外一個怎麼做 其實可以再插入一個啦,不過 你在插入第二個按鈕大小可能沒辦法做的跟這個一樣大 所以我的習慣是 把這個按鈕複製 不過選的時候特別重要,選不是按左鍵,是按右鍵 按右鍵才可以複製 然後呢 在底下的地方把它貼上 那你會發現他們兩個一樣大 那為什麼要做一樣的,其實 就是底下會把它拿來改,改成按右鍵 重新指定什麼 清除聚集 然後把這個名稱一樣複製一下 按確定 把這個名稱改成就是清除聚集 那主要的原因 複製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大小會長一樣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你不用再特別 去針對這個按鈕的大小去做調整 OK 清除 這樣就OK了 沒有,錄製 清除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是把這個 錄製下來的這個聚集 再做執行 那記得 一 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把剛剛彩排的動作 錄製兩個 一個是 我這邊取的區域路階道聚集 第二個是清除 錄完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插入按鈕 產生這個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 我們可以再把這裡面的程式打開來 怎麼打開來 編輯 剛剛是執行嘛 下面有個編輯 如果我要看到裡面的程式的話 那我可以選這一段 然後編輯它 當然編輯實際上也是video basic 其實這個編輯跟從這邊開 其實是一樣的 OK 那我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 跳到video basic 裡面其實是開這個 那它的程式是放哪裡呢 一定是放在 我們的模組裡面 OK 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假設不小心 把 這個裡面的程式關閉了 我習慣是把這個縮小一點 有點像 它浮在這裡面 這樣看比較清楚 假如你不小心把這個模組關閉 關閉是裡面這個關閉視窗 你直接打開這個就可以了 OK 這個關閉了 你先打開啦 特別注意喔 以後不管是去期 或者是vba 一律寫在模組裡面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其實就會被記錄在這裡 那它其實是有規則性的 有沒有 它第一個動作 游標放在 12儲存格 就是range 12.slater 然後在裡面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12的 這個是f2的 你會發現 甚至兩個是一樣的 有些地方是一樣的 所以你 甚至可以喔 不用做 甚至當然你將來如果 比較看得懂劇集的話 甚至有些地方可以自己寫就好了 那最後請記得啦 這上面當然盡量把它做註解 我在前一個單月裡面有講 上面習慣這些單引號開頭都是註解 習慣上喔 就是把那個裡面的 這個 比如說我游標放 這邊上面不是有的嗎 第一個動作就游標放在 12 然後在上面打勾 那請各位就自行在上面 把這一段 我把它 複製 因為 時間的關係啦 我就 先做好了 然後呢 把 這個做好的註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 加註解 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呢 實際上喔 我們剛剛 在錄製這個 聚集的時候 做了6個動作 那我就在上面加上註解 那你會發現呢 單引號開頭的喔 有沒有 意思就是 寫給你自己看的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將來喔 如果回頭再看這個程式喔 你不要看得懂 因為為什麼 你會幫他 Ctrl 自己一下 原來 如果是這樣喔 你會把 這你怎麼看得懂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註解加上去的話 註解喔 就是這一段程式 那當然註解自己加一下 那不見得一定要跟我 寫一模一樣的 喔 不見得一定要寫 一模一樣的那個敘述 因為呢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自己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甚至之前有同學 寫了一個長篇大論嘛 上面喔 他還稍微再 再說明一下他為什麼 要錄這個聚集的相關動作 因為他怕說他自己有些動作不太知道 所以他還把那個有一些寫在 上面 沒關係你可以多寫一點沒關係 清除的話呢 就是這一段 清除聚集 實際上 反正一 有沒有 我們是選取一二跟F2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所以其實一樣 我把這邊註解 把它貼上去的話 我看起來其實就舒服多了 清楚多了 還有一點 一直強調 這個字太小了怎麼辦 工具選項的撰寫風格 把它改成12號以上的字 這樣看起來字比較大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錄製去期的部分 最後呢 請自行再 加上那個什麼 加上這個註解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